今日财经快报 GLP-1下道的美股公司现在怎么样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 2023年10月11日 斯美格鲁泰在慢性肾病适应症领域疗效优异 提前终止临床 引起美股投资者对GLP-1产品给其他行业带来的影响的担忧 欧盟各国就AI监管法案达成一致 引计算机和通信业协会担忧 据参考消息原引德新社2月2日报道 欧盟成员国代表2日在布鲁塞尔投票支持一项很快将使人工智能受到更严格监管的法案 美股科技股大幅分化两大巨头苹果 谷歌市值蒸发1.6万亿 本周 欧美股市表现分化 英国富时100指数 法国KX40指数 德国DEX指数全线下跌 美股三大指数上涨 均涨于1%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普500指数创历史新高 Vision Pro用户整活 家务变游戏 辅助健身甚至戴上头显 勇闯天涯 苹果意图打破人们将这类头显设备仅作为游戏机的认知 让Vision Pro渗透到工作 学习 运动等各方面 Vision Pro在全新的App Store中 拜登轻松拿下党内首场初选 连任路上喜忧参办 界面新闻 陈生龙界面新闻 刘海川 据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测算和报道 现任总统拜登在2024年2月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内初选中碾压式胜出 文件显示苹果去年加大力度测试自动驾驶汽车里程超70万公里 2月4日消息苹果的神秘汽车项目已经悄悄进行了6年 外界对其进展几乎一无所知 不过 最近苹果向加州一家机构提交的记录揭示了自动驾驶项目的最新动态 得银 今年美联储降息幅度可能远低于市场预期 重演1995年 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周期可能会使美国避免衰退并保持高利率 美联储可能重演1995年 市场大幅降息预期不太可能实现 一家潮牌之死 创始人曾套现8亿 文头众网又一家潮牌濒临破产 Super Dry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太高 由于Super Dry又称极度前噪 很多人在听到Super Dry时第一反应往往是 这是哪个国家的牌子 本周外旁看点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亮相 澳大利亚会结束紧缩周期吗 市场关注欧美服务业任性 迪士尼阿里巴巴将公布财报 上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美联储打压三月降息预期 英国央行按兵不动 市场方面 美股三大股指全线走高 道指周涨一 车圈价格战快要打不动了 文定交黎明未加两年前 特斯拉每卖出一辆车 平均能入账34万元 其中有10万元是利润 即便把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算进去 它最后每辆车还能净赚5万元 科技巨头财报越强劲 英伪打涨的越多 强劲的业绩令巨额AI投资变得更容易接受 本周美股科技巨头先后发布超预期财报 其中AI仍是最热话题 各大高管纷纷提到必须在AI上花钱才能赚钱 超级IPO亚马分纽交所敲钟 世界的安踏能否一飞冲天 2月1日晚间 十组鸟母公司亚马分体育 赛道Hyper英伟达 除海力士 也要美光HBM3E 英伟达下一代AI加速卡B100的存储器规格 将采用HBM3E 这种规格的存储器 目前只有SK海力士 三星电子和美光能提供 特斯拉调队 华尔街热议 谁来替补科技妻姐妹 博通 AMD是热门的替补提名 特斯拉科技股妻姐妹之一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价格占挤压利润 财报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下 今年以来 特斯拉股价持续走低 博健放弃阿尔兹海默病争议药物 集中精力开发新疗法 博健宣布将停止 阿尔兹海默病治疗药物 Aduhelm的开发和商业化 为相同科学机制的 Legmbi的开发腾出资源 博健还将加速开发把相超蛋白的反应管和肝酸疗法 BIIB080和口服小分 美国众议院公布提案 寻求为以色列提供价值176亿美元军事援助 据客户端消息 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当地时间2月3日发布声明称 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肯卡尔福特 当日公布了以色列安全补充拨款法案的提案 美国白宫 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讨论遏制非 美国白宫 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讨论遏制非法移民问题 消息称谷歌将把Bard更名为Chemini 并推出独立应用 IT之家2月4日消息 据近日泄露的一份文件显示 谷歌计划在本周对其人工智能工具Bard进行重大更新 该更新内容暂未正式公布 但据传包括将Bard更名为Chemini 年销售额250亿美元墨沙东 K药问鼎全球药王 2月1日 跨国药企墨沙东2023年年报显示 旗下BD-1当抗可瑞达凭借250亿美元的销售额 成为新的全球药王 特斯拉调队 华尔街热议 谁来替补科技妻姐妹 特斯拉科技股妻姐妹之一的地位岌岌可危 在价格战挤压利润 财报不及预期等因素影响下 今年以来 特斯拉股价持续走低 累计跌幅达到24% EUV光客 忠诚主角 EUV已经在过去十年里成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如今海 NAUV已成新风潮 谁又能拿下最多的订单 获得未来的主动权呢 EUV到底有多火 可能很多人没有概念 招商宏观 1月美国非农数据超预期提振 一季度经济韧性持续信心 事件2月2日 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 2024年1月非农就业人数新增35.3万人 前值21.6万人 失业率在3.7% 前值3.7% 核心观点 张义东 继续看多美债 美国财政部债券拍卖计划显示在二季度 美债供给压力将下降 美债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趋势大概率下行 在美联储第一次降息之前都值得择机增持美债 全场高呼AVP 苹果首款头显上市 库克这是明天的技术定价合理 苹果首款头显Vision Pro正式上市 库克在纽约发售现场称空间计算时代已经到来 美国当地时间2月2日 苹果首款头显Vision Pro正式上市 当天 纽约社区银行爆雷 硅谷银行2.0来袭 连线美联储前官员 蔡鼎 约一年前 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美国地区银行破产潮似乎还历历在目 而如今 美国金融市场在遇风波 低利率环境配置什么资产 盖药低利率环境会对资产配置带来不少新的挑战 因为整体资产的实际收益率下降 同时 低利率意味着流动性供给相对需求更为充裕 经常会出现资产荒的情况 拜登初选走过场寻求连任路不平 北京2月3日电梯 拜登初选走过场寻求连任路不平 孙丁熊茂龄2月3日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将举行2024年总统选举的首场民主党正式党内初选 演员卡尔维瑟斯去世 阿诺德施瓦辛格发文悼念 新惊暴训于当地时间2月1日 在洛杉矶的家中在睡梦中去世 享年76岁 他是橄榄球运动员出身 退役后进入好莱坞 全球抖音静音环球音乐 版权博弈升级 21世纪经济报道 见习萧萧正雪 北京报道1月末 商业巨头之间波澜再起 风起音乐版权 涉事双方 一方是旗下有泰勒斯威夫特等艺人的环球音乐集团 水呜 水瓶